穿着红色衣服 滑着舌板的女生维珍 架势一点都不输给男生 热爱滑舌板的她 不屈不挠 每天积极练习 她非常珍惜 云端爱艳 让她有学习滑舌板的机会 很好玩 你每天练习多久 要乌龙奥 练习一个小时 会不会滑倒 刚开始学的时候会 那滑倒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会不会想要放弃 还好 孩子觉得很有兴趣 所以就继续努力下去了 对 因为运动的时候 跌倒了会怎么样 擦擦药就没事了 孩子们练习滑舌板 才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技巧却令人刮目相看 小燕夫人鼓励孩子们 多多运动 从中培养勇气与自信 你们一定要听你们体育老师的话 因为透过这种身心的一些锻炼 其实他会开发你的潜能 比方说让你变得更勇敢 比方说让你变得更有自信 所以小燕夫人要鼓励你们 一定要去尝试 现在已经有舌板了 一定每个人都要试一试 好不好 好 好 帮助台东县无数个孩童圆梦的云端爱宴计划主办人之一 小燕夫人 特别准备了电影票 送给原本不敢尝试 但是却鼓起勇气滑舌板 具有运动家精神的小朋友 富刚国小的小学生 看到为他们争取到滑舌板机会的小燕夫人 纷纷给予热情的回应 谢谢小燕姐姐 谢谢小燕阿姨 泰东的资源越来越丰富 在学习上已经没有输在起跑点的问题 然而泰东孩子们的治恩习福 和善良纯真的本性 却是大都会小孩所难以拥有的 东台新闻黄威 泰东市报导